不开玩笑,莎莎这个表情要是被大头看见绝对要吃醋 莎莎被雨果的操作一整个震惊住了 原来是雨果和大胖对战太后力气出了一身汗换了身对服 龙队看见后赶紧叫了莎莎注意表情管理啊 大头,莎莎,这是你第几次趁我不在,你看帅哥了 你这毛病能不能改改 众所周知,莎莎对帅哥一般没有抵抗力 哪怕是座位里的帅哥有点远,莎莎也忍不住的扭头看一看 这不是那么头鸽的笑嘀吗 而且被问到自己想选的混双搭伴标准时 她的第一句回答是长得帅 虽然莎莎喜欢看帅哥,被外界也有说过对混双搭伴的选择 同样也说过最想和龙队搭档 但当对内混双组合重新搭档选择时 莎莎和大头是对内唯一互选的搭档 而这份互选的分量足以体现莎头俩人彼此珍惜的情感 而且莎莎是一位一直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姑娘 她和大头这一路走来的经历与陪伴只有他们走里面的心松 这也难怪大头看莎莎那么紧,因为她真的很优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握法导理,必对替代�